您跟纳英说这么一番话 说你要唱好歌 就得先把性子磨好 先磨性子 对对 为什么您这么讲 他那个人就是话多 话多但是他讲很直爽 所以第一次他们介绍说 我不要这个人 我就没看见本人 后来呢 要不说他说到北京来看一看 看看我见了面以后 我倒觉得可以考虑 后来发现那孩子话多 话特别多 所以我不是说长了好嗓子 配着个狗脑子 他说话不贴谱 什么事谁的事他都管